一陣陣爆炸聲響 就像遭到炸彈攻擊一般 現場大火球只寸天氣 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上百坪廠房迅速陷入火海 周遭工廠和上百公尺外的 住家全都能感受到大火熱氣 再加上大量黑色濃煙遮藍天 場景相當鱷人 十八號早上八點四十多分 台南山上區這間大型鐵瓶工廠 突然冒出大火 遠在數公里外的國道上 用路人都能看到黑色殉狀雲 盤踞空中 大批消防隊員陸續 不敢到現場灑水灌灸 但廠房內堆放了大量化學物質 包含甲本還有甲醛 不僅引起爆炸 更是迅速加劇火勢 由於起火的工廠就在山上工業區 早上八點多 員工還沒有到廠上班 怎麼火勢就來得又快又猛 目前消防弟兄 工人在現場控制火勢 而空屋小組也來監測 呼籲民眾戴起口罩緊閉窗戶 以免有氣喘的民眾 受到空氣污染影響 華視新聞劉漢生 台南報導 哈囉我是林明睿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